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丽噎得脸红一块白一块 赶紧喝了几口粥 气息才顺畅过来 此时 香喷喷的荷包蛋 沈丽吃下去犹如嚼辣 她机械地吃着 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上班一天 沈丽整个人魂不守舍 只希望不要下班 上个天荒地老最好 沈丽下班回家 她慢吞吞地走着 像个生锈的机器 平时公司到家步行十五分钟的路程 今天沈丽走得快一个小时 她打开门 顺手把钥匙扔在桌子上 一脸愁容 直接躺在沙发上 沈丽这天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睡意朦胧中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她一个机灵直接坐起来 李亮一身酒气地进家 亮亮呛呛走到沈丽身边 沈丽待在原地 脚似乎被钉子钉住了 李亮揪着沈丽的衣领 就是一顿狂奏说 老子都快渴死了 你还站在原地不动 你想把老子渴死 李亮不得沈丽解释 雨点般的拳头打在沈丽身上 沈丽两手护头 护着自己的脸部 沈丽苦苦哀求李亮饶了她 她根本听不进去 她打累了倒在床上 不一会儿憨声如雷 沈丽躺在冰凉的瓷砖上 眼泪止不住地从眼角流出来 她的身体像冰块一样 心彻底伤透 这是第三次李亮醉酒后对她拳打脚踢 李亮与沈丽在一次旅游中相识 那天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山林里有数不清的小鸟 在叽叽喳喳地唱歌 沈丽心情特好 沈丽慢慢地走了两百个台阶 看山上的美景 山上绿树环绕 空气清新 沈丽从山上往下看 有点恐高 她头脑有些晕 俩腿哆嗦个不停 扶着防护栏艰难地往下走 沈丽脚下一个亮墙 差点摔下去 这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 及时把她拽住 沈丽的心像是坐山车一样 又安然落到胸口里 她抬头看了一下身边的李亮 连忙说声谢谢 李亮说 以你刚才的速度走下山区 估计天要黑了 如果你不介意 要不要我扶着你走 沈丽点点头说 真是麻烦你 两人聊着天 不知不觉到了山下 为了感谢李亮 沈丽请她吃了晚饭 从聊天中得知 她们在同一个城市上班 住的地方相隔半个小时 两人有聊不完的话 有些意犹未尽 临走时 李亮要了沈丽的微信后 两人慢慢聊出了感情 两人休息的时候 李亮会去找沈丽玩 两人的感情日渐升温 如主飞得开水 他们见过双方父母后 两家人都很满意 举行了婚礼 沈丽对婆婆印象最深的是 公公说一不二 婆婆对公公唯唯诺诺 李亮是三代单传 婆婆催李亮婚后 快点要个宝宝 她急着带孙子 沈丽第一次被李亮打 整个人完全懵掉 那天两人看完电影 在饭店吃好饭 李亮心情好 喝得醉醺醺 沈丽艰难地扶着李亮回到家里 沈丽一边给她拿拖鞋 一边说 别喝那么多酒 喝多了伤身体 李亮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对沈丽漫漫咧咧地说 老子喝点酒咋的了 你还管起老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李亮使出吃奶的力气 对着沈丽就是一推 沈丽一个亮墙 一屁股摔在地上 沈丽的脑袋有点反应不过来 大脑还没有跟上节奏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李亮对着沈丽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沈丽开始反抗 奈何在李亮面前 她就像一只带宰的羔羊 沈丽被打得急了 张嘴对着李亮胳膊就是一口 李亮疼得刺牙咧嘴 不由自主停顿了一下 李亮打得更狠了 拳头如雨点般密密麻麻 打在沈丽的身体上 沈丽疼的是身体 更痛的是心 第二天一早李亮醒来 沈丽不在卧室 她来到客厅 看着沙发上坐着如死灰般的沈丽 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嘴角甚至还有血的痕迹 她一下冥发过来 她双手用力吹打自己的头 她要拉着沈丽的手 沈丽像被火烧皮肤一样 一下子甩开她 眼神露出惊恐的表情 李亮跪在沈丽面前 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 她一边打 一边祈求沈丽的原谅 她拽着沈丽的手 用力地往自己脸上打 李亮的眼泪掉在她的手心上 李亮说 是我不对 我昨天不该喝那么多酒 更不该打你 我小时候 我爸经常打我妈 我妈说 如果不是为了我 有个完整的家 为了能和我在一起生活 她早就想离婚 我对我妈说过 我以后不会打老婆 可是昨天 我犯了和我爸一样的错误 你都不知道 我妈被我爸打得多惨 一次打得差点没命 我小时候受到的伤害 还在折磨着我 求求你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这次是我犯婚 保证没有下次 如果有下次 随便你怎么惩罚我 沈丽看着她痛苦不堪的表情 少母心泛滥 男人膝下有黄金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她看着她为她跪下 为她流泪 觉得她还是爱她的 只是一次喝多了酒 不小心犯错 沈丽选择原谅她 他们两人重归于好 沈丽请假两天 在家休息 李亮对她关怀卑质 每天变着法子 做她爱吃的清蒸鲁鱼 鲜虾丸子 还做了猪肝汤 吃好饭 李亮让沈丽躺在沙发上休息 不让她做一丁点家务活 李亮洗洗涮涮 忙得不可开交 李亮打来洗脚水 细心地给沈丽洗脚 看着李亮用宠溺的眼神看着她 沈丽的心又变得柔软 上班的时候 同事问她怎么摔得那么严重 脸上还有郁青 沈丽急忙辩解说 是自己走路不小心 同事笑着说 不会是被家暴了吧 沈丽脸上一惊 连连摆手说 怎么会呢 同事说 那是跟你开玩笑 我们公司里谁不知道 你家老公对你是出了名的好 每天上下班都来接送你 对你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里 沈丽脸上笑容满面 心里有苦说不出来 沈丽回到家中 跟李亮说起头诗 问她脸上郁青怎么回事 沈丽说 你打在脸上 别人一下看出来 弄得我今天好尴尬 找个借口演示过去 李亮随口说 那下次不打你脸 打别的地方 沈丽脸上一沉 怎么你还要打我 李亮说 和你开玩笑 不要当真 只要李亮不喝酒 平常对沈丽关怀卑质 两人吃好饭出击散步 都是手牵着手 引到旁边的小姑娘 好一阵羡慕 只要听到李亮要去喝酒 沈丽胆战心惊 每次喝醉酒 李亮对着沈丽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只不过 每次都不打在脸上 事后 他还是重复第一次的说辞 再也没有下一次了 李亮痛哭流涕 狂扇自己耳光 打得脸红红的 像猴子的屁股 人要脸 树要皮 他保证下次不再打沈丽 沈丽看着他可怜的样子 选择了原谅 沈丽身上的伤痕 只能穿长袖长裤遮掩 他本想跟家人说 可是自己爱面子 怕说出来被家里人笑话 他每次只能含泪 默默忍受这一切 沈丽又一次被打 他打开阳台的窗户 真想纵身隐约 一切都解脱了 他一条腿往前慢了一点 求生的本能 让他选择活着 沈丽想 就当自己死过一回 什么都不怕了 他要为自己而活 世间上除了生死 其他的都是小事 结婚两年 李亮心股耕耘 沈丽的肚子 一直不见动静 这可急坏了婆婆 隔三差五 婆婆过来给儿子送补品 煲汤给他们喝 婆婆总是催着李亮 快点要个孩子 李亮更加勤奋 只是沈丽的肚子 始终空空如眼 婆婆对李亮说 我盼孙子盼得 眼睛都快瞎了 那天 婆婆哭着对李亮说 让她快点回家 有要紧事跟她说 等沈丽回到家里 家里的气氛 让人感觉压抑 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婆婆看她的眼神 恨不得要把她生吞活泼 感觉像是有血海深仇一样 婆婆把报告 直接甩在她面前 指着她骂道 不会下单的母鸡 站着窝不走 自己生不了孩子 不要耽误我家儿子 传宗接代 你们明天就去离婚 一刻都不要耽搁 沈丽看李亮的脸 像是被开水烫过的虾 脸上的青金直冒 李亮让她解释解释 为什么隐瞒她 沈丽说没什么好解释 事实的确如此 如果你不能接受 那我们离婚 李亮铁青着脸说 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 你不能生孩子 为什么不早说 如果知道你不能生孩子 我根本不会和你结婚 第二天 他们去民政局 领了离婚证 沈丽拿着离婚证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她终于可以摆脱 这个魔鬼了 终于自由了 终于解脱了 从第一次沈丽 被李亮打了之后 她就不打算有孩子 她给她改过的机会 她没有珍惜 她不想她的孩子生下来 延续李亮的悲剧 她也不想有了之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暴 把她孩子打掉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李亮短短两年 对她施暴六次 沈丽心彻底两头 不愿再相信她 她选择离开 离开这随时 会要了她性命的地方 沈丽知道 明天婆婆会过来送补品 她把医院的诊断报告 放在抽屉里 故意没关好 婆婆看到医院诊断报告 上面写着 沈丽是暖肠囊肿 很难受孕 沈丽知道婆婆 和李亮的致命弱点 便是迫切想要一个孩子 而只有让他们 断了这个念想 才能够顺利离婚 他们最在意什么 便不让他们得逞 沈丽花钱 简仍开了一张 假的诊断报告 她不想坐以待毙等死 谁知道哪一天 她又酗酒 把她打死或者打残 婚前擦亮眼睛 婚后如果遇到家暴 采取零容忍态度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不要做圣母 拯救新泛滥 不要幻想通过自己的爱心 拯救而改变她 家暴男永远无动于衷 为了保障自己的性命安全为主 遇到家暴男 需要及时止损 早一点离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